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 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一号的上午 在中心内举办了给你好气色 求职更出色的活动 赠送包括了面膜以及喉糖 给参与的活动的民众 让求职者在求食面试的时候 能够荣光焕发一名惊人 求职的时候更加的顺利成功 劳动部台东就业中心 奔乐庆祝五一劳动节 替民众及雇主充电 从4月28日起 举办了五一缤分劳资加分的系列活动 包括劳工补给站 给你好气色求职更出色 以及产业好气机等三场活动 邀请民众及企业主参与 而1号上午9点 在台东就业中心办理了 给你好气色求职更出色的活动 活动中赠送面膜及喉糖 给参与就职活动的民众 让求职者在求职面试时 能够活力充沛 做足准备 从内而外的增加自信 让求职能更顺利成功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那中心为了要慰到我们老公平时的辛劳呢 那在中心这边摆放均有营造一个比较舒适放松的氛围 那同时为了要让我们的求职民众能够面试成功 来中心这边洽工的求职者呢都送一份面膜 那希望他们能够荣观焕发 然后为他们的面试加翻 今天民众参与的程度呢是非常的热络 那截至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赠品大概是赠送一空了 非常感谢大家 这样子热情的参与 中心呢在五月八号呢 规划在我们的木性智能发展中心 办理雇主座谈会 那针对目前的一例一休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非常熟人 劳动法令以及非常有实物经验的蔡正平蔡律师 来为我们讲解 那同时在雇主座谈会当中呢 我们的同仁也会为雇主介绍一些救出工具 来协助雇主呢 能够多加雇佣我们的一些弱势朋友 为庆祝五一劳动节 台东就业中心特别安排 从劳工雇主及法令等 不同面向的主题活动方式 让劳资双方对劳动部目前 就业及职讯的相关服务有更多了解 而在强化劳雇关系 稳定劳工就业的友善职场氛围中 增进台东劳动力的运用与发展 下一场次的活动 产业好契机将在五月八号下午一点半 在沐昕智能发展中心举行 相关活动讯息也可以向台东就业中心洽询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导